您我都是阿珠娜王子 第四集别让影子变成人 您好,我是云云 您我都是阿珠娜王子 上一集我们谈到透过人生的不同角色 去回归体验真正的我 而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些课题 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 生命的旅途是一条回归真我的路 就像回家一样 但回家的路途慢慢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这一集我想先跳到童话大师安徒生 所创作的故事影子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影子一直想要变成人 终于有一天他脱离了主人 慢慢的将自己改造成真正的人 最后影子回去找主人叙旧 跟主人变成了好朋友 但是多年来主人历经沧桑 越来越退缩 居然有一天答应影子 自己愿意当影子的影子 从此影子变成了主人 主人变成了影子 这个影子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黑暗面 代表着限制我们成为圆满真我的枷锁 例如过去的秘密 伤痛 现在的嫉妒 自卑 对于未来的焦虑 或者只是说而不做的幻想 都一点一滴的将我们活下去的力量吸干 养大了那个黑暗面 所以克里希纳接下来跟阿珠纳王子说 人一生的职责在于活出真我 就算以你目前是战士的角色 你的责任都是该上战场 对抗黑暗和邪恶的一方 故事说到这儿先告一段落 上一集说到 我们都是在回家的路上 回到真我的路上 在这个旅途中 我们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母亲 丈夫 奶奶 老板 学生 上班族等等 扮演这些战士的角色 我们都有自己的影子 例如刚刚提到的伤害 恐惧 没有安全感 甚至占有欲等等 当我们在面对冲突跟困难 甚至失败或者是成功 呼风唤雨的时候 我们的影子其实都紧紧相随 面对想要放弃的阿珠纳王子 克里希纳提醒着 我们这一辈子真正该做的事情 就是像勇敢的战士 面对处理那些限制我们成长的 所有牵绊和黑暗影子 回想一下 自己的影子是什么 哪些是我们不肯去面对处理 渐渐快变成真人的影子呢 下一集我们会探讨 战胜黑暗影子的秘诀 千万别错过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来信跟我分享您的想法 我们很快再见